为迎接6月23日端午节 位于洛杉矶爱尔蒙地市的客家会馆 邀请来潮包示范如何制作粽子 希望在海外继续传承中华民俗 我们邀请了很多南加州的妈妈 来这里把台湾的北部种 南部种 中部种 或是客家种 还有我们的广东种 再加上有机素食种 在这边透过一些婆婆妈妈的手艺 来传导我们中华文化的端午节活动 非常的有意义 义公妈妈采云 今天手脚利落的示范如何包北部种 这个米要蒸过 蒸了三分熟 以后再下去拌鱼肉吃 之后再加入香菇 虾米 油葱酥 炸过的香肠 卤好的肉和板栗 她特别叮咛 包粽子要注意收尾的动作 压紧了以后呢 从这里折过来 两只手指头就把它压下去 在脚肉压下去 这样它就不会跑出来了 美食老师徐山表示 将一磅的糯米泡水一碗后 第二天加上两茶匙的碱水即可准备包碱粽 喜欢甜湿的人也可以加入适量红豆 只能包到六分 七分满 这样子你做出来的才会软 以前碱粽要煮三四个小时 现在在水滚后用快锅焖一个小时 也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 南部粽子除了有加咸蛋黄及花生米之外 适用水煮一个半小时 所以口感黏而不腻 北部的粽子则通常用蒸笼蒸熟 所以米饭粒粒分明 驻洛杉矶台北经文处处长公中臣 多次感谢客家乡亲们的付出 这种重要的节庆 用这种包粽子的方式来纪念 来庆祝 这点我们是非常的配客家乡亲 他们在维护真的是正统的中华文化 真的是非常的有用心 客家乡亲们还准备了多样小菜 让道场的朝包一件伤仇 并提早开始庆祝端午 新航记者袁清宇 黄文华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奥巴马总统的评价医疗法案 推出快两年了 但是调查显示 大多数的民众仍然不了解 这个法案有什么样的益处 又怎么能获得这些益处 6月13号 新美国媒体邀请了三位专家 在南加州城县 向少数族余媒体做了解药说明 软媒方医师指出 目前美国的医疗保险系统几乎破碎 5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 评价医疗法案 从2010年起再逐渐的推出实施 目前生效的部分 已经是成千上万的人受益 他们中包括19岁以下 已有病情的未成年人 依据评价医疗法案 私立医疗保险公司 不能拒绝给他们提供保险 已有病情的成年人 这些人目前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计划 得到健康保险 26岁以下的年轻人 如果他们自己无法获得医疗保险 可以跟随他们的父母 享受父母的雇主提供的家庭医疗保险 25人以下的小公司 雇主为员工支付医疗保险费用的 35%可抵税 评价医疗法案也给享受政府医疗保险的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残疾人 带来了不少好处 Kate Kazabon是政府医保中心的代表 她强调 当他们的处方药费用达到很高时 会得到一定的补助 并且也可得到免费的预防性检查 如乳房、X光检查、血压检查、HIV检查等 评价医疗法案尚未推出的部分 将会在今后的两年里全部推出 评价医疗法案的反对者们 仍然在努力推翻这个法案 6月底最高法院将对这个法案中 两个主要条文的合法性进行表决 新唐人记者张宏王斌加州城县报道 位于旧金山的新海湾大桥 即将于2013年完工 造价63亿美金的大桥 有很多部分是在世界各地打造 在运到洛杉矶组装 位于洛杉矶的维斯特蒙特公司 设计制造了专门用于维修的桥底滑行车 将被配置在自毛式悬吊桥深的底部 由于该桥深独特的设计 与其搭配的滑行车需要完全客制化 因为我们在南加州有大大洋溃 我们必须有这些洋溃的材料 而我们旅游人必须可以 走过这些桥 这个桥也有一个转移 所以我们需要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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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可以做到所有的 新海湾大桥共分为四个部分 分别为奥克兰着陆段 天空道路 自毛式悬吊桥深 和饶博布纳岛中转站 所有大型钢铁大桥都需要定期维修 才能确保实用安全和达到实用年限 而维修靠的就是这种桥底滑行车 滑行车两侧可以向上伸展约30至40度 以配合桥深的外观设计 车身很多部分是以手工打造 靠的是经验老道的技师和一双桥手 新唐人记者俗香蓝张医渊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成立以12年的非营利机构向毒品说部 与众多艺术家们合办的意卖会 于6月16日晚间举行 吸引了包括好莱坞制作人及影星等人出席 预计将筹得数万美元 并为洛杉矶县诸多单位提供活动经费 让更多青少年获得正确知识 以对抗毒品药物滥用及叙旧的诱惑 他表示美国目前非常缺乏药物滥用等宣导课程 UCLA少友 现兼任演员及电视主持人的凯特林奥康纳 希望更多人能做出正确的决定 画家内森斯普尔则建议人们多花时间 在绘画写作等活动上 洛杉矶第四选区 系议员汤姆·拉邦菊 今天推派代表埃萨克·伯克斯带来褒奖 感谢这些艺术家的爱心奉献 该组织每年12月会参与在环球影城 举办的跑步践行活动 欢迎观众加入他们的行列 新常记者邵克全 黄文华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 6月18号 美国卫生署拨款给加州长期护理教育中心 奖助金1180万美元 这笔资金将用于培训6900名家庭护理工友 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 同时可以把老人和残障人士去医院的比例 以及使用医院的急救服务降低到23% 我们得到这一笔款项 主要是因为我们做出了很多的研究 能够在这个program做完之后 我们可以证明到减少这么多的百分比 甚至老人家因为安养在家里面 他们通常是不愿意去nursing home 疗养院 那我们这个program能够证明 也减少10%的比例 他们住进nursing home The $11 million over the three years one will train the 9,000 students and 9,000 patients because even the patients get some of this training it will also train the doctors, nurses and healthcare organizations how they should be interacting with the care provider and make that care provider part of the healthcare team make them alongside the doctor of the patient so that their home care provider can make sure they're taking their medications can make sure that they're doing their physical therapy can make sure that they follow the diet that is prescribed by the doctor and then is able to go back to the doctor and follow up and say the patient is doing great on this or they're having problems with this medication it makes them forgetful or it makes them very sleepy and being able to interact with the doctors to help the patient 銀色海嘯嬌兒潮 是指進入21世紀後的老年化問題 據美國人口普查局 在2009年發布的國家人口預測 65歲以上的美國人數 將從2009年的4,000萬 增長到2020年的5,400多萬 在我們全國聯邦的勞工局的數字顯示 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的家庭居家看護的這個工作 是最大的需求 成長最快的一個工作 那大概要占成長到70.5% 在2020年的時候 所以這個需求量非常大 新唐人記者袁柯 馬青 美國洛杉磯采訪報導 滿院的桃里巴勒 成菊桑梅 按不同時令開花結果 這些可不是一蹴可蹟的 張信夫婦表示 種植蔬菜果樹 手種土質的培育 灌溉和適當的照顧 在這個冬季的時候就防寒害 在其他時間 應該把這個土壤控制好 水分 肥料 膠肥的季節 該施肥的時候施肥 膠水是非常重要的環節 在夏季 一般兩到三天 澆一次水 澆一次的話 我就給它灌到 差不多五嘎倫的水量 讓它水分升值到它的根部 這樣子的話 它這個根不容易爛 但是它也有可以在底部 能夠吸收到水分 如果說是天涼了以後 甚至於你一個禮拜浇一次水 或者五天浇一次水都可以 蓮霧龍眼等熱帶植物 受到很多人的喜愛 但因為需要嚴格控溫 比較不容易照顧 當溫度降低到華氏37度時 就會受到寒害 一看到溫度低的時候 就一定要做一些防腹措施 那我們有的時候就是拿 塑膠套給它蓋住 然後讓它渡過寒冬 至於施肥也應該盡量採用有機肥 一般的話我們都是用了一些這個雞糞 然後在它結果以後 我們加了一些淡肥 淡肥的話就是用 也是用有機的 演藝行裡面賣牛骨粉 甚至於呢 雞油雞皮不要的雞頭 我們不要的通通埋到它裡面 讓它這個土壤裡面 更增加一些什麼蚯蚓 讓它的這個土壤更肥 所以說它果實就會變大 新唐人記者 袁清宇王惠平 美國洛杉磯採訪報導